大家好,我是杨一米 然后今天早上到这个 商业市场这里来 收了100多斤的这个红茶和绿茶 然后现在把这皮货拉回去 这个是绿茶 然后这个是红茶 现在把这皮货拉回去 现在已经是8点多了 市场里面的都已经散完了 空荡荡了 刚才收了这个 现在打包 要开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山姜红茶 这款的话是大好品种的 这个 现在最近出的茶 这个比较卖泡 香气也好 一打开这个香气 呼鼻而来 看这个 调形很好看的 这个 这款的话是一牙一叶的 我们这边的高山云露红茶 特别的香 旁边这款 旁边这款 这个是小种 像外面市场上面的80%的小种红茶 都是从我们这里 拿货出去的 看这个 这个就是小种红茶 这款拿来当口凉茶 非常合适 这款 香气好 又耐泡 很多吧 那第三 到我们这里拿 然后拿这个小种 都是拿到他们本地去销售的 现在我拿这款 山姜高山红茶 泡点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汤色 特别漂亮的这款 现在泡点这个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山姜红茶 用这个水温80度的就可以了 高山红茶 没有任何添加的 根本不用洗茶 4秒这样子出汤就可以了 看这个汤色 特别的漂亮 特别的透亮 这个汤色 没有添加的这个汤色就很透亮 有添加的那些茶的话 它这个汤色是比较浑浊的 油亮油亮的这个汤色 这款的话 这个香气 香气足回甘也是不错的 这款 这个香味很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了 朋友们